日本方面透露 安倍在周五与特朗普的会谈中指 中国并非能与日美共享相同价值观的国家 并称美国的威慑力是实现地区稳定的关键 对美国海军的航行自由行动表示支持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 安倍此举旨在敦促美军在该地区进一步提高存在感 并想方设法让美国与中国保持距离 美国一直希望说日本能在亚洲的问题上面 能够就是等于 我不要只是跟在美国的旁边当做小弟一样 他希望他能够参与的更多 就会希望说在东南国家这些部分 不管是说提供武器或者装备 或者提供精元这些部分 能够涉入的更深 有分析起初 中国与东盟十国审议通过南海行为准则框架 中非南海问题双边挫伤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后 南海局势已经整体向好 但是这并不符合安倍政府的预期 因此日本跳到前台直接进入南海事务 妄图再度把南海的水搅浑 这次在南海行为准则取得比较明显进展的情况之下 日本心态肯定是有点失落 所以比较难受 但是我想它由于对于华的战略 已经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 未来可能还会起到这种搅局者的作用 周五 修改后的自卫队法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由此打通了一条武器对外输出的路径 按照日本财政法就国有财产的规定 日本不得在不设合理价格的情况下 对国有资产实施转让或出解 去年菲律宾希望日本免费赠送二手的训练机 因为违反日本财政法 日本海上自卫队只能以租借的方式提供给对方 这也促使安倍政府决定修改现行自卫队法中 禁止向他国免费赠送装备的规定